市場對港股沒有信心 那對樓市又怎看呢? 路透社最近一篇報導 令外界對香港地產市況又出現一番討論 樓標不只 我沒有聽過是零入標 市好的時候就沒有零入標 貧貧樓標 是否反映政府不太掌握市場的情況呢? 當然我們可以密切留意市場的走勢 去年的地產市道 除了樓市樓價 賣地樓標也是焦點 2023至2024年度假頭三季 政府只是賣出了三幅住宅官地 一度有輿論說 地產商有惡意不投標的嫌疑 一踏入2024年 政府決定變鎮 今季只是推出一幅工業地 住宅地和商業地就暫停招標 是2011年以來第一次這樣做 是否反映我們對市場沒有信心呢? 我想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都要留意市場的情況 香港地產界面對著的處境 國際傳媒一直留意著 英國金融時報在去年10月曾經報導 香港五大發展商 即是新鴻基地產、長實集團、 行基兆業地產、信和置業和行龍地產 去年的市值縮水五分之一 加上蒸發了最少200億美元 當中行龍和新鴻基的市值蒸發超過兩成 長實和信和就最硬正 市值減少大約一成多 金融時報分析是因為美國聯儲局長期的高利率 令到香港地產商的股價有壓力 路透社上星期五的報導 形容香港地產商面對奸據的2024年 當中引述四個消息人士說 由於香港樓市不再興旺 市場前景越來越不明朗 很多銀行面對發展商都收緊貸款規模 或者要求他們增加抵押品 面對槓桿比率高 財務狀況較為欠佳的發展商 已經有大行因為擔心他們的還款能力 不再批新貸款給他們 這些發展商迫著要找私人信貸市場借錢融資 貸款利率介乎10厘到20厘 而銀行的利率就大約是6厘 報導沒有提到是哪些地產商要借貴利 而引述的消息人士說 雖然相信香港的地產商不會出現 好像中國地產商的債務違約情況 但預計香港地產業界不會那麼快有反彈 根據資料 單看去年的負債對資產比率 最高的是負責將軍澳、海恩莊園等項目的 小型發展商九龍建業 負債比率超過125% 已經是資不抵債 第二高的是遠東發展 都是屬小型發展商 負債比率超過7成3 而作為大型發展商的新世界就是第三高 負債比率貼近五成 唯一沒有負債的得信和集團 和去年出現債務爆煲危機的恆大和碧桂園相比 香港某些地產商在數據上和他們差不多 對香港地產商來說 就不是一個生存問題 是那個地位的問題 還有是不是長遠發展的問題 你不是說地產商會收拾 只不過問題是你沒有彈藥 你會越來越縮 你借錢會越來越貴 香港的樓市升了十幾二十年 就是由上次九七金融風暴之後 到最近這一兩年都是一直升過 是沒有停過的 對銀行來說 就是借錢給地產商 其實是很順理成章的東西 但是過去這十八個月 我想大家都感覺到 那個樓價路會回 成交也都是跌 地產商它自己的cash flow 就是現金流也都會縮了水 那你從銀行的角度 我知道債仔收入少了 那我去檢視它 看看哪個債仔會不行 都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況 金管局其實看銀行的帳 都是看得相當緊的 一有些空險因素他們看到的時候 他們就會叫銀行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現在在某某行業 你的貸款比率你去到多高 有多安全 那它有一大堆指標給你 麻煩你回答一下 結果出來 銀行不就要下雨收借 那你下雨收借 那當然是數票 就是數下哪個債仔 現金流是很緊的 那自然你就是一班 中小型地產商 或者是一些比較高負債的 大的地產商 就不會有壓力 我覺得值得看雜誤 不是說整個行業 銀行都不借 而是銀行是會很減窄 幾個星期前 加碼國際才做了一個貸款 那它原來是說要30億的 那最後呢 就反應熱烈了 去到40億 是14家銀行一起借 就是40億給它 老實說 其實40億也不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但是14家銀行借 就是每人借一些 那加碼為什麼會借到呢 就是因為它本身帳上有 整個百多億現金 還有它那個負債比率 是14%左右 變成是可以借的 但是你看到這些銀行 一人借一些 就是變成我有參與 但是呢 大家都在一個 叫有限風險的狀況之下 最近我們都會聽到 有幾間的中小型的地產商 就去借私人信貸 那這些所謂的私人信貸 其實都是近這一兩年 是開始蓬勃起來的 未是聽到有很大宗成交 因為一來的條件都很辣 二來就是這些私人信貸 它們有些甚至會是要求房地產商 拿些股份出來的 就是你搞定 我就跟你分身家 那這些地產商 就是很重視自己的股權 所以我們都沒有聽到 一些很大宗的貸款 是做得到的 但是當你現在沒有辦法 就是用一個相對低息 跟銀行借到錢 你就要看好自己的現金樓 那個意思是什麼呢? 大家應該會陸陸續續看到 地產商是會減價賣樓 因為賺不賺錢都是其次了 就是最重要是有現金回籠 如果一手樓價下跌的話 自不然就會影響那個二手樓價 香港是一個什麼經濟結構呢? 大家都知道 以前就叫做古樓齊名 現在當你古樓齊暗 接下來估計樓價會再跌 像花旗就估計會跌一成 你都想像到對經濟的影響 變成我們看到下行會繼續 任美晶說 地產界面對著的類似情況 97後的金融風暴都出現過 當時政府出手提高地積比 讓地產商可以多建一些單位賣 令到地產商沒有出現嚴重財困 但現在的香港面對經濟下行 應對辦法前居無鑑 97之前 香港的樓市是很火熱 因為有那個回歸因素的刺激 但是金融風暴之後 樓價也都直插 99年之後 其實出現很多負資產 那個問題都挺嚴重 樓價是一直跌 去到2003年的時候 樓價指數是跌了七成 當時怎樣咬腰向上呢 是香港政府推出了一些招數 包括停了居屋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內地支援 如果大家會記得2003年之後 有自由行 中國在當時立刻入世貿 中國經濟也是因為這樣急速起飛 所以變成香港樓市是由03 一支箭一路飆到去 就是2018年 內地也都在之後有個 四萬億的大放水去刺激經濟 那些錢當然會來了香港 但是這次呢 如果你比較一下 你就看到一個最不同 其實都令人比較憂慮的地方就是 現在中國經濟都沒有找到一個復甦的方法 在中國經濟復甦還沒看到的情況之下 香港樓市或者香港經濟有沒有機會復甦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我相信有關官員都會在研究怎樣做的 因為畢竟樓市是我們經濟的大部分 和也都是富房收入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那就看一下他們沒有辦法出到一些什麼新招 但是到目前為止就見不到有這方面的信號